凌晨四點 天還沒亮 傳來一陣歌聲 千人合唱委內瑞拉國歌 全身上下大包小包 裝備齊全 用歌聲互相打氣 對這群移民來說 多倫比亞和巴拿馬交界 是美國夢的起點 天一亮 開始趕路 看不到鏡頭的人龍 很多是全家一起走 甚至用繩子牽小朋友 地方在整海中走丟 在這之中還可以發現亞洲臉孔 沒走起步就遇見第一道障礙 但這條河只是路上最輕鬆的阻礙 要在達連愛口叢林裡走四到七天 才會到巴拿馬邊境 一路上地形險峻 還可能遭遇搶劫 就算抵達巴拿馬 還有至少五個國家得跨越 才能看到美國 移民大軍一路北上 美國邊境危機恐怕沒有止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